另一個是三眼角,我是玲玲 趕快介紹 我叫喵喵喵喵喵喵,記得喔,她叫喵喵 喔,好,那今天歡迎來到玲玲開箱去 我可以開箱 這是什麼玲玲,原因什麼 打開了 這是什麼啊,玉玲垃圾 我看,我看 拿出來 來,我看 來,妹妹,先給大家看,妹妹 好,這個是GoPro的腳架 吸盤夾 吸盤夾 裡面的東西有這些 好,這個應該是底座 它有一個螺絲 給大家洗上去 這是它那個腳架 腳架 這叫做 J-O-B-Y吸盤 我要是 它就是鎖上去 鎖緊 鎖緊 然後 夠夠就可以鎖上去 這個我們合起來的是 J-O-B-Y吸盤 這個要拿來拍夕陽用的 以前呢 會用這一個 附長的 只有很淡 用沒幾次呢 就 上次就 裂開一截 發現它其實 是打得開的 然後 一百九 用沒幾次就覺得 不好用 還是買 買J-O-B-Y的好了 然後呢 就這樣 吸在那個 觀景窗上面 這邊 以後換這個 拍的距離可以更長一點 這樣吸在觀景窗上面 這邊鎖緊 甚至綁住 才不會掉下去 然後 吸在觀景窗上面 這樣子拍夕陽 這角度可以 這邊是鎖緊 這樣它就不會動了 然後這吸盤呢 是這樣 它只有一段而已喔 過來 就吸在玻璃上 然後 這會用防水殼 下雨的時候也不怕 這一個 這有B-Y的一個要 好像850還是800 這是七年前 你幾歲了 我 九歲 你幾歲了 九歲 九歲 這是小胡出生前去買的 章魚腳 已經快十年了 已經 柔令的軟腳啊 脫節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很想去買一隻新的 不過 它的功用現在 現在功用已經沒那麼大了 是很想再去買一隻新的 這當初 新的一副要大概兩千千 我買二手 大概好像 彈運費大概兩千吧 雲台跟腳架 你看這都已經鬆的跟什麼一樣 軟腳了 接下來這個熱靴雲台 因為有時候拍照的時候 GoPro不少要放哪裡 但是 我用GoPro的時候 基本上也是會拿相機 你如果要另外再裝在相機上面 好像 好像變成多此一局 因為GoPro平常是裝在 三軸穩定器上面的 你再拔過來放 會有點 會反而有點麻煩 買兩個 你看這樣子 我試過了 這樣的角度其實可以 GoPro錄影 相機拍照 GoPro不會錄到相機這裡 調一下角度 就可以邊拍照邊錄影 但是會收到相機的那個拍照聲音 這樣出去好像也可以 蠻方便的 蝙片姐幫我按個讚 還有記得訂閱我 還有按下下方的小鈴鐺 可以收蝙片通知 再記得聯想一下自己 啊 吸不住 我要吸 吸不住 吸不住 好 掰掰 嗶嗶 你今天說要想爸爸一個 不要 快點 我沒有說 你在錄影咧 快點 我沒有說 有 想一個 沒有 吃飯吃攤飯 來 想一個 不行 快點啊 不要 不然明天要上課 要怎樣 明天要上課嗎 明天星期六 明天爸爸要去加班 齁 爸爸二十年沒有 禮拜六去公司加班了 二十年了 上了公司大概是 好 我要介紹一下 十三年前還有在家裡加班 假日加班在家 假日在家 加班去公司報補修 然後大概二十年前 還有曾經有過禮拜六去公司加班 好啦 掰掰 等一下 這個是我做的安德 這個是苦力怕 還有這個是可愛的食物 因為他的過程也在上面 所以這裡很光滑 噗噗 掰噗 嗯 就這樣吸著 你在裡面嗎 其實還蠻緊的 爸爸你吸在裡面嗎 對啊 嗯 吸在外面嗎 聽說這種可以吸在車子上 也沒問題 可以啊 記得訂閱我 爸爸手按下來之後就拍下來好不好 啊 好痛 好不好 好 好不好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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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